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到上海街的街頭 有一張木椅坐下 真是梳干 剛才坐了一會 見到很多外國人 又有印度人 又有唐人 又有尼泊爾人 經過這個 叫做上海街市藝空間 這個空間十多年 不過活化廳做了三年 他們定期會出一些活化報 裡面會講解文化 這次會講到這些 成員物資製造的花車 在廣東巡遊 這邊宣傳一些支持 流浪漢的活動 而這個 有個大聲聲 我最喜歡這個盒 寫著換書 以前有個外國藝術家 想把文化 放在這裡 看完就換哪本 看完哪本的形式 這是換書計劃 但他說 因為在上海街這邊 很多人 就拿了書 不是用來換書 就走了去 廢紙回收 於是 索性把換書計劃 放在裡面 有人想去拿書 換書 就在裡面做 這裡有個工作方式 用來自製啤酒 我覺得很棒 因為香港人自製啤酒 這下都挺棒 在活化廳這裡 你知道我看到書 我就沉淪了 很多我很喜歡的書 但我想說 天公門司抄 我媽媽當年有本 在我的書家都有 但這本 很多年輕人都未見過 就是何商 當年某程度上 這本書都影響到六四 而某程度上 當年拍紀錄片的時候 聽聞 城市傳聞是所有 大陸拍紀錄片的人 全部都 有些悲慘後果 這裡有個駐場花牌的師傅 經常有些工作坊 會教人家做一些 大的花牌 或者小的花牌 小的花牌在這裡 你看到 很滴色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而後面大家看到 就是那些正常很巨型 很巨型的大花牌 剛才有工作員跟我們說 如果有時黃師傅 接到命令 都會繼續 用這種巨型的模式去接作 之後運出去裝 希望這種舊有的文化 不單在上海街 會重新活驗 在其他香港地方都會重新活驗 就更加好 剛才問工作人員 這是什麼期 原來在以前 1997年之前 有一個驅旗的設計比賽 這是樂選其中一個 人們弄出來 挺漂亮 但我一定要說 為什麼 因為我都參加了 驅旗的設計比賽 我在這裡要發洩一下 過了十幾年之後 說說說比賽 其實我覺得是內定的 因為當時我做好畫了一張驅旗 我自己設計的 是一張大的星星 好像是藍色的 中間有一個香港地圖 我雙掛號寄去參賽 比賽的地方 當時他們說明 所有參賽者都會有一封證書 而我從來一輩子都沒有收過這份證書 到今天為止 所以我相信我們今天的驅旗 是來定的 我寧願這張 這張漂亮很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